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感谢广美今天盛装出席 为了迎接日本国首相的到来 未来的 你们换首相了 又换了个胖子 又换了个胖子 换了胖子野田 野田 这个日本的新首相的长相 有点意思 白面 是吗 而且他让我想起 好像有点像我们大陆有个相声演员 叫施胜杰 老师 那么个款 挺有意思 他据说是鹰派 鹰派 对中国有点强硬 是吗 但我认为未必 我觉得他之前说过什么样的话 和他上台以后 怎么着是两个回事 他会高度的重视 你看下一个 说话都像 光美 光美 我问你 你最近一次去日本是什么时候 好久以前了 真的好久好久了 你不渴望再去吗 我以前一年大概会去四次 日本春夏秋冬 对 你怎么知道 废话 四次春夏秋冬 有些人可能集中在春天去啊 那就是说不同的季节去不同的地方 像北海道就是我冬天最喜欢去的地方 有滑雪 对 那当然像北海道冬天跟夏天的 感觉 春天就看那个 那叫什么 紫色那个叫什么花 薰衣草 就是说他春天跟冬天的感觉很不一样 我是平均来讲 我以前就是那样的频率是一年大概去四次 但是我大概已经四年没有去过日本了 那最糟糕的就是因为最近我觉得好久没去 真的很想去 然后在约的时候 以前你只要稍微一说有人要去日本吗 他说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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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基本上就是 嗯去日本不是吧你 为什么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呢 大家一起就是说辐射色变 对哎这个是啊 你这个你不能否认的 我跟你说这个家藤就是我最近呢闹了这个焦虑症 我就说哎 我在香港不是我在香港请人吃了个日料 过去我们常去特别好吃 原来都是标榜的全是从当天从日本运过来的嘛 吃完了之后我突然想起来哎呦坏坏坏 咱们吃起这个来了 哎呦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腹中啊 不太舒适 然后我说我说哎心理作用 我说这事有人管吗 就是哎我就就问问他们 我说比如说没人管 国家政府负责吗 比如说我们在香港公开的饭店里 要是吃了日本寿司 如果说这里边含有高辐射 这有人知道吗 有有人替咱们管这事吗 这个你得相信香港有关部门啊 这个香港有关部门或者至少日本料理店的 那个老老板肯定会过关过关的把关的 这肯定没有问题 这不好说 不不我我就是你不要说香港的日本料理店 我最近一直在日本吗 我也刚刚在日本这个跟我们的政府的人 就是一块去了一下这个日本旅游的地点 包括中国人很熟悉的这个京都奈良 包括我家乡伊豆香根东京什么秀业园 我都去了 医食住心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要说辐射 依然是细节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怎么讲呢 吃得很健康 是吧 辐射你看得见吗 看不见的 那你就跟我们说这对啊 不要说这里没有辐射啊 任何地方都有辐射的 他刚才跟我讲 他刚才跟我讲 他说我跟你说 我量过了 北京的辐射高于日本 是不是 这可能就是说具体的数据我忘了 但就是说任何地方都有辐射 那现在在日本呢 除非你得靠近福岛核电站 离那儿大概20公里的地方 其他都没有问题 中国人特别喜欢的 比如京都奈良都没有问题 我跟你说 前一阵我去台湾 我去买一个我喜欢的一个日本牌子 就是这个衣服啊 他那个人家日本都是天然的这种质量 你知道好多意大利的牛仔裤啊 这个布都是日本产的 日本进行最初级的这个染 那到意大利他在处理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布料啊 穿在身上纯棉的极舒服 然后我就怕这个 然后我就问这个店员 我说你自打地震之后 我没在你们这买过衣服 我说这个有没有 你们这衣服是地震之后运过来的吗 他说是啊 我说这有没有问题啊 他说我们总部啊 出了这么一个声明 他说您看一看 我跟你说 我要没看这个声明了 我本来还准备买一件衬衫 看了这个声明呢 起到了反作 他这个声明啊本来是说啊 说本公司啊这个很负责任 我们做了研究 真正受到影响的 是在辐射中心 30公里以内的范围内 会有影响 但是我们像可以保证 像您保证本公司所有产品 从原料到制作啊 都在150公里出 我影响也不远 难见一个150公里 没有问题的 您这个不能这样抵制日货 不能这样抵制日货 其实我这次确实有影响的 比如说像这样二位这样的 就是说对日本旅游感兴趣的 所以两位朋友 那我就是说我代表日本人民欢迎 你能代表辐射欢迎吗 不不不不 我说非常的安全 但就是说确实我到了京都那一辆的那些酒店 他们确实跟我说最近游客少了 游客少了 包括尤其是中国的游客 欧美的游客已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在以前的水平 他们还过得很happy的 但是说中国的游客呢始终不回来 但他们问我为什么 我说尤其是包括年轻的留学生 研修生等等 始终不回来 我跟他们说可能有家长 独生族女 可能家长不放过 家长不放心 但年轻人很很愿意回来的 家长的这番说话加上前面 我都觉得你好感觉真的很像日本政府派来做这个消毒工作的 我是百人不如一见 我是亲眼看到的 我知道 但我跟你讲我身边的这帮朋友呢 反应是非常两极的 有一帮朋友呢 就是专门觉得现在是逃便宜 简方便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潮 飞机非日本的永远都是空的 然后什么那个餐厅以前老几间订不到位的 现在也都定位 以前呢就是打死不打折的 没有折扣的 现在都是那种属于买一送二的那种 所以他们就特别开心就是 哇恨不得每个月都去每个月都去 那有一帮人呢就是说 我还是先看看那个 大家去完之后反应怎么样 三五年之后咱们再讨论去日本的问题吧 哎如果可能的话我可以早去了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还都是没有一个 都不怕死的 不是挺日本的 而且说的那个理由啊 我觉得真是很有中国特色 我身边每一个最近去了日本的朋友都跟你说 哎呀文桃啊 你这个中国人了 你每天吃的那个东西 那比那个日本的辐射你一百年都毒 你都活过来了 你还在乎这个 哪国都不哪国都可以不去 中国人怕什么 都这么不能去 而且就像你说的 他都不是在辐射地区 而且我告诉你 我们中国人民真的是支持日本的 你看一个是我国公民赴日个人游 是吧 从9月1号正式取消财产和职业的限制 停留期限从15天延长到30天 没有固定工作 如果能够提供比较好的收入或者财力证明 一样可以申请 这是我国对华政策的放宽 这是我国对贵国的 感谢我们还感谢你们 不不不不 我们互相感谢 互相感谢 我跟你说 这你得感谢我们 就是说最近日本调查了 最近日本调查了 最近日本调查了 特别是中国富裕阶层游客陆续来日 你知道吗 高级手表首饰以及名牌产品等消费意愿 跟地震前相比丝毫没有减退 中国大陆游客的消费金额最高 Number one为299亿日元 第二名就是168亿日元 韩国 第三名又是中国的台湾 台湾167亿日元 一项相关调查表示 89%的游客对日旅游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 超过93%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再次来日 你知道这是 您的这个介绍和朗诵呢 我认为是属实的 你以为这叫朗诵吗 不是 太小看我再朗诵一句了 如果是没朗呢 我说实话呢 就是要透露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政府呢 我们说OK 我们现在需要靠旅游来拉动经济 我们要拉动内需嘛 日本是面临要一样的问题拉动内需 那我们不能光靠本国人民 所以要必须靠中国人民 比如说银座 银座是现在是银联卡最通用的地方 日本银座是吧 银座嘛 就是银联卡非常通用 因为我们就是非常的期待 中国的游客能够好的消费 最近呢 我们又把我们的目标更加的细化 我们针对中国的富裕的阶层 尤其是女性 就管美嘛 就这样的阶层 就是这样的阶层 是吧 能够请他们第一次来 然后请他们再来 这种就是说有关的战略措施呢 我们正在非常认真的探索 是吧 那你们觉得用什么办法 可以有效的吸引这个中国的富裕阶层 中国富裕阶层里的女性富裕阶层 一次再来呢 比如说我说就是专门设定路线 比如说从上海或北京出发 到福港九州 从福港上来 就是一路向北 福岛 那不是福射 福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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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京都那点 然后移到香港 最后从东京飞往北京 大概一周 很便宜了现在 大概我就是说整个站走过来 绝对不可能到 你哪知道中国富豪的心理 越便宜越不去 那贵了才能称得起 对对对对对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你这一路去视察呀 我倒真想知道 经历了那么大的这个地震 这个日本人 他这个现在心理上 是惊魂未定呢 还是已经又恢复正常了完全 应该说维持现状 就是说当然你有心理的恐慌 比如说那比如说上周末 我们在在东京发生 规模达到5万人的反核的游行 需要就是说我们不要核 这个不是核武器 这个不要核能发电 不要核能源 不要核电站 全都关闭掉 这就是来自民间的这种恐慌 也刚刚过去嘛 那现在它 我想请问现在在北 东京还在限电吗 还在限电 还在限电 所以你们电是不够用的 那你在限核能发电的话 今天的日本夏天 尤其特别的炎热 但是日本人还是就是说特别的节电 一方面是政府的这么一个要求 另一方面企业他们的要求 但最重要是我们主动的节约 日本现在很多的这个电梯啊 是关闭的 我们都走路 嗯 起到重要的减费作用 是吧 是吧 然后我们就是原始 过得原始一点嘛 对 要浪费嘛 对 我在这种状态挺好 对 以前你们太浪费了 你知道他们只要一入业 就是晾整夜的 而且很多那个大楼啊 嗯 就是到了半夜三点钟 四点钟 它都是亮灯的 午夜城嘛 嗯 我们在工作嘛 你们是在工作嘛 在喝酒吧 有有有喝的 但为什么他们开呢 那我们因为 你们在工作需要把霓虹灯打开吗 哈哈哈哈 这是party的工作 你们在霓虹灯下工作 两者不矛盾嘛 那自己工作又就是那样 不是 就是我跟你说 这个都是我对资本主义的幻想 我对资本主义的感觉就是这样 当年我从这个我们那儿来啊 我的感觉资本主义的一切啊 都是足足的 其实我很喜欢这一套 你知道吗 就是说灯 二十四样是都亮的 是空调 它就亮 你知道吗 就对我们那个地方来的人 那都很 有时候空调像火炉 你知道吗 我喜欢香港就是这样 他们有人说不满意 说香港空调开的太冷啊 动感之多啊 什么的 我说这才叫资本主义 什么东西都靠谱 正宗 对不对 不是叫这个跟正宗没关系 就是说 它是空调 它就是冷的 它是路灯 它就黑夜的时候 它都亮着 这是我过去对资本 你看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所在 就一切都是足足的 包括你像我到美国 好家伙 那个面包那么大 食品 所以日本始终贯彩 日本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吧 就是我们就是说政府主导的 就是说不要那么的就是膨胀浪费 而是共同富裕 你看这频繁的差距相对缩小的 这么一个社会 你看地震带来觉悟提高 你知道而且这很多 有就是我觉得日本人 他真是日本人特别的故居难离 对 我的房子 我的这一切 所以他几乎是冒着辐射的危险 他也要回到他家里去 对 我也会啊 我也很执着啊 对原来住的地方 对这个祖国 所以就是说我记得就是说 当时3月11号 我3月15号回来做节目嘛 对 那个时候就是说 我当时就离开的特别的难过嘛 你这个时候离开 就应该是共度难关嘛 这是日本人的这么一个思维 这一点来看 可能日本人现在 我们的这种整个的状态 还是希望能够度过 跟原来一样的这么一个日子 但这一点恰恰阻碍着日本人往前走 向前看这么一个情况 他们倒不想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把自己逼入绝路 最近关于日本的新闻 说你们那个铁道部的有人自杀了 是不是 你知道这个新闻吗 知道 很大的新闻 铁道公司 不叫铁道部 我们在看铁道部 我们87年已经民营化了 对87年 日本铁道公司总裁 遗书叫中岛上郡 失踪12日失踪以前 就留下多封遗书 为这个铁路出轨事故 深感歉疚 只能以死谢罪 这在日本相当大的新闻 很大的新闻 其实这不是一次性发生 就是说他原来他上任社长以后 比如脱轨事件 财政赤子 各方面都陷入低谷之后 他的压力一年比一年的就是多 就是积累最终这样自杀 引起周围人的这种特别惊讶的这么一个反应 我们你看我们铁路的官员倒是没有自杀 但是是在调查过程当中心脏病发 就是过去没有心脏病 反正就突然发作心脏病 也是过去了 过世了 我就说这个事 我倒是有一个问题 每当日本 每当日本人自杀 就有中国网民 爱拿这个说事 比如说食品安全什么的 说你看日本人 人家就以死谢罪 就动不动 老爷说你看我们中国 都吃出什么来了 这负责任的人 你怎么没有日本人这个劲 怎么不以死谢罪什么的 都爱这么聊 我倒是真想听听 你作为一个日本人 你对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我稍微冒着一点风险 说对于日本人来说 自杀 它是某种意义上是最后的一条退路 你实在忍不住了 不是歇服吗 歇服是一种寻国的行为 但就是说你在这个社会里 你在这个单位里 在这个家庭里 你实在做不下去了 那你该怎么办 你不能正常过日子吗 那就是说只能最后的一个选择 自杀 而且自杀是一种交代 我觉得这样讲吧 老一辈的日本人 我觉得他们的责任感还是 就是责任感是最大过天的 这位先生他已经64岁了今年 而且他从大学毕业 他也是东京大学的高材生 在那个年代的东京大学 那很不得了的事情 东京大学一毕业之后 就进了铁道部 进了铁道铁路公司 当年那铁道部 当年的铁道部 真是铁道部 对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他殉职 殉身的那一天 他都是一直待在铁道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种责任感的那种 其实我后来 我还特别请我们那个以前的 朱日记者送看看小姐 帮我上日本网站帮我查 我说到底出了什么大事情 因为国内没有太多的报道 就是细节的报道 后来他讲了一六 发生好多好多事情 包括零件脱落 就是你就会觉得说 这这么金毛蒜皮大的事儿 需要你殉职吗 这就我觉得 代表了这个很多日本人 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公司在 我仍旧在 公司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就以死谢罪 但是你说咱能倡导这个吗 当然不能倡导这个 这是文化嘛 你没听他讲说 这也是最后的一条退路 因为他解决不了 那舆论的压力非常厉害 听说在日本 对舆论的压力非常厉害 而且他们是穷追猛打的 对 日本这个大众的压力 其实也稍微冒着一点风险来说 其实他的逻辑 跟手向下台是一样的 对于内阁总理大臣 首相来说 你下台意味着 你结束你的政治生命死亡 政治生命死亡嘛 但是在他们看来 下台就是一种交代 你做不好了 是吧 经济上不去 是吧 跟中国的关系搞不好 是吧 这个积极率 内阁的积极率下降之后呢 我们的大众的媒体 无形中告诉他 你该下台 我下台 这样的话 你负了责任了 嗯 就是对那六十四岁的这个中道先生也好 包括这个监制人 是吧 他最后走的时候也挺 就是我做到了 最后那我下台 我最终负到责任了 就是到此为止 就是这么一种观念在里面 哎呦 这个东西对生命啊 那就等于说 他觉得一个人呢 他的荣誉生命 嗯 就是他的个人生命 是吧 像咱们还有个 好死不如赖活着呢 再怎么着 就是叫什么呢 就是爱情成可贵嘛 自由价更高 若为生命故二者皆可泡 哈哈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 光美有问题问他 对 因为我刚才问他 我说现在的日本年轻人 还是不跳槽的吗 还是不跳槽 因为我以前知道日本人 就是说 除非公司把我赶走 如果公司破产 我可以跟公司共体时间 我陪公司一起度过 我可以减半薪水 我甚至于不拿薪水 我一直到公司 恢复元气之后 然后我再恢复正常的生活 自己可以饿肚子的 但是我不小心 那一代年轻人 是不是还能够做到这样子 其实有做不到的人 但是我们依然是 这么一个终身雇佣 是吧 就是说这公司 不可能那么轻易的 把它开除掉 那员工也不可能 那么轻易的跳槽 但是我也有问题 就因为那如果真是 这么美化的说的话 员工应该爱公司 对吧 但是如果公司不爱员工 我指的意思 比如说 你老给我这么一点工资 日本人也会咱共度时间 你在日本有一个词 终身雇佣的另外一方面 年工序列 你年轻的时候 你得忍受 我给你保障未来 保障未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的工资 第一年是很低的 按年龄 按年龄递增的 而不是按实力递增的 这个我真是论资排辈 我很小的时候 曾经在一家 在台湾的一个日系的百货公司里面 打工过一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里面所有的那个 标的非常清楚 每年以5%递增 你要知道你工作30年之后 那个5%是非常吓人的一件事情 我告诉你 我现在在工作的那个 那个部长啊 就是那个时候的经理 他现在已经到去了总经理 他到现在二十几年了还在原来的地方工作 那他就翻了多少个5% 5% 对他是日本人 他那个时候是从日本被调到台湾来工作的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 他们对于工作的那种责任感也来自于 他们不换公司 他们永远的目标跟对象 他们要服务的只有你 但是你这个论资排辈就是说 你工作成绩突出不突出不管 你就是都5% 干的好坏都5% 所以我说我给我冠着日本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所以说我干的 你干的怎么样是不管 只要你在 对公司保持忠诚 保持这种归属感 那你怎么能留住人才呢 我明显比同事都高出一家 你也给我5% 所以说他是没有办法培养人才的 没办法培养人才 就是说日本呢 我跟你说日本啊 它是靠团队精神的 不是靠个人突出的个人 我们看我们的首相 天天化 不需要它 它很突出的 我们还是要跨团队精神 这样的话就是 我们的这么一个非常集体的 这么一个体制呢 非常有利于培养这种团队精神 那关于这个团队里面有一颗老鼠屎的话 尖不尖掉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丢人就得自杀了 对 就是这样排斥 我给大家添了麻烦 他们自己就没份活了